我们农村有很多的中椰树 到了这个季节 它就会长很多中包出来 这种中包 它是可以吃的 可以用来炒腊肉 特别好吃 我身后就是一棵中椰树 先要去割一点中包下来 要割里面呢 这个就是中包米 这里又有一棵 像这种长得饱满圆润的 就特别甜 那种瘦长的就有苦味 你看这一棵就特别好 现在回去炒腊肉 这些就是勾回来的中包米 先把它洗干净 切点腊肉 切点腊肉 切点蒜苗 切点辣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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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把中包米放到锅里 煮几分钟 好了 煮了几分钟之后把它捞出来 然后把它放到凉水里 浸泡几分钟 浸泡几分钟 先炒腊肉 然后把这些酥包米包回去 把腊肉放到锅里面 放到锅里面 还有辣椒 加点水 加点盐 好了 出锅 好了 重煲米炒腊肉就做好了 这个重煲米炒腊肉 吃了降干火 还降血压 这个重煲米炒腊肉就做好了 这个重煲米炒腊肉就做好了